赵薇最近忧伤弱做了什么? 超话被封所有作品全部下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年赵薇一直在作死的路上 第一次赵薇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十年前她审批日本棋牌时尚杂志 最后被大家原谅 第二次更狠了赵薇以杀人的姿态进入资本市场疯狂的割韭菜 获利近几十亿 这两次虽然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但最终都得到了网友的原谅 这次却是彻底凉凉 盛智传言赵薇涉及红通已经连夜跑路 赵薇的所有作品均被除名或下架 这好像是各大平台约定好的一样 那这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次事件令网友震惊不已 即使不想了解各大网页也都流露出消息 关于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因为赵薇旗下艺人张哲瀚过于亲日 而赵薇却对此没有任何表态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接受一段采访时吐露自己的小秘密 大家都知道他与马云关系肥浅 但马云却说和赵薇并不熟悉 总共见面没超过十次 但网友却发现他们见面次数远超十次 并晒出了截图 在这之前他和丈夫黄友龙曾斥巨资收购阿里营业股份 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一个月后赵薇夫妇就套现近十亿港元 赵薇在资本游戏中玩得风生水起好景不长 因虚假披露问题 证监会对他们夫妇急于警告 采取五年证券市场进入措施 显然赵薇的胃口不止于此 一直挑战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最终彻底凉凉了 真的要变天了 8月26日晚 有网友发现赵薇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被视频平台出名 《环珠格格1》、《环珠格格2》 《情深深》、《余萌萌》、《画皮》、《虎妈妈爸》等作品的简介里 已删除了赵薇的名字 其微博超话也显示不存在 到了27日情况愈演愈烈 三大视频平台中搜索赵薇二字 均搜不到任何结果 其中优酷和爱奇艺显示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结果位于显示 《环珠格格》的百度百科条目也将赵薇的名字删掉 目前仅斗半的《环珠格格》条目中还有赵薇的名字 突遭封杀赵薇这是怎么了 有认证为体育博主的黄威微博网友表示 他们平台审核已把赵薇列为劣迹艺人 赵薇为何变为劣迹艺人 最近爆雷遭封杀的艺人不在少数 但这些劣迹艺人均是负面新闻被爆出 在经过一段时间舆论发酵 最终才被官方封杀 但赵薇这事来得太突然 不少网友都是满头问好 赵薇到底为何吐到封杀 网友对此有不少猜测 但总的来说大致有四个 一、与此前旗下艺人张哲瀚参拜靖国神社被封杀有关 二、多年前赵薇曾穿续日旗给杂志拍照 三、与此前收购万家文化有关 四、可能与阿里有关 前两个说法普遍认可的较少 一、是旗下艺人个人行为连做公司老板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历史问题二十年后突然追究 感觉来得莫名其妙 可能性也不大 相比之下 后两个猜测可行度要高一些 虽然网上对于赵薇被封杀的原因众说纷纭 但目前为止赵薇方面也未做出任何回应 赵薇除了演员的身份之外 还是一名女商人、女骨神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 赵薇名下共关联14家企业 其中8家为存续状态 商业版图涉及影视、文娱、投资、科技等 最早的一家成立于1999年9月 该公司为上海新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万 赵薇担任法定代表人并持股46% 该公司于2005年10月被注销 1999年12月 赵薇投资成立了上海新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赵薇哥哥赵健担任该公司监视职位 这两家公司均由众盛房地产关联公司 上海众盛红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赵薇由此开启了资本布局之路 2002年北京普林塞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赵薇既是旗下艺人又是投资人之一 据悉 2013年赵薇指导的电影《至青春》 普林塞斯便是投资方之一 此后 赵薇投资版图逐渐展开 投资领域设计房地产 餐饮 汽车销售等 公司布局在北京 上海 安徽 浙江 西藏等地 2003年 他的名字还曾出现在A股上市公司 重庆陆桥前十大股东的名单之中 当时他27岁 已经出演两部《还珠格格》 成为世纪初炙手可热的四小花蛋之一 不过赵薇通过重庆陆桥试水证券市场的选择 似乎并不明智 从2003年到2006年间 他不断增持股份 但股价却一直维持在低位状态 于是在重庆陆桥2006年的年报中 赵薇的名字消失 然而2007年这只股票全年的涨幅就达到410.7% 此后赵薇在股市沉寂好几年 直到2011年 他哥哥赵健与人共同出资成立的 唐德影视增资阔股 赵薇选择以77.64万元入股 2015年唐德影视在创业板上市 据财联社报道 上市当天唐德影视收盘价为32.88元 赵薇持有的股份总市值在3800万元以上 仅这一笔投资就让他获得了将近50倍的回报 此外 和内容融资平台注入阿里影业 近2016年一年内 该公司收入就从2.64亿元人民币 上升至9.05亿元 受此影响赵薇夫妇已入股四个月后 就在阿里业务并入消息释出后的股价高点 减持6400万股 每股价格较购入时升高2.3港元 总套现近2.5亿港元 赵薇曾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 但之后经历了收购万家文化失败 他本人也被证监会与异市场进入的处罚 2016年12月 赵薇、黄友龙夫妇 共同控制的龙威传媒高调宣称 预出资30亿元收购万家文化 29.135%的股权 若交易若完成 龙威传媒将成为万家文化的控股股东 但这比天价收购款中 股东龙威传媒的自有资金只有6000万 剩下的全部来自借款 包括向西藏银币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15亿元 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约15亿元 杠杆比例高达51倍 2017年1月20日 龙威传媒表示 因项目融资金额巨大 赵薇夫妇向银行申请的借款迟迟未获审批 这桩收购案最终终止被证监会查处 证监会调查显示 龙威传媒在信息披露上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以及重大遗漏等违规违法行为 又叠加名人效应等因素 严重误导市场及投资者 引发市场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因此给出了顶格处罚 对万家文化龙威传媒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 对黄有龙、赵薇等人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而这场闹剧也导致万家文化股价剧烈波动 给股民造成了巨额损失 据上游新闻此前报道 龙威传媒通过高杠杆的方式 以30亿收购万家文化股权 让万家文化股价经历了过山车式变化 直至跌入谷底 股价的持续下跌 引起了股民的集中维权 股民认为 根据证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上市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 因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 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截至2019年5月18日 祥元文化共计收到544起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诉讼金额共计5700多万元 2018年11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祥元文化 龙威文化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纪律处分 公开认定黄有龙、赵薇等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坚高 今年近日,有港媒报道 赵薇丈夫黄有龙因拖欠贷款 被债权人诉至法院 该案原告为万会有限公司 被告有两名 分别为首被告黄有龙和次被告祥宇峰 两笔贷款供给1.5亿港元 本金连同利息总额约3亿港元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